阿伯老師 阿伯媽 您好 您好 請問你 我現在正年紀 你一半 不知道 七八十八十年紀 還有一個問題是 現在 因為我開起來 就停停 那個火 不知道 怎麼這樣 反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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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什麼問題 我每邊家裡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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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些事物都有家 那些都在家 不知道 請問我 阿伯 妳給他做這個好不好 嗯 謝謝 好 謝謝 老師 您稍等我 好 你說 啊 你說 原本有要接通電話 他已經掛掉了 你說 是 這個在聯會裡面 這種 目前我們所看到 這應該會有問題 還是怎樣 這種 可能得手 我們目前 目前我們所知道 大概都是和芝麻的危害 有很大的這些關係 就是說 其實是這個七八的這些危害 造成我們很大的一個 這個 這個 困擾 在我們 這種 陌生 我們在台北的時候 最麻煩 最麻煩 最麻煩的這個地方 所以 在那種 會這樣 起來火 不正常 還是怎樣 這有可能是糖 去吃 先去看看 不然 因為你如果是在火爆的時候 算 你有開始在來火爆的時候 七八就要放在 有何時 因為這個七八在聯會上面的 這個危害 非常的 這個大 所以 可能 我們看到的都差不多是 這種的 這個情形 還有一個就是 現在還有一種是 這個 我們這幾年 這幾年 很多去看到 一種是 這個 連發的腐敗病 如果是剛好 連續 或是 溫度比較高 高溫度濕的 這個環境 裡面 就很容易 來把 三星 這種 的 現象 就是說 我們看到 大概都會去讀到這裡的 這個 這個 這種腐敗病 現在是 做成我們 在症 的時候 很麻煩的 這個地方 一般 這是一個 熱人 算水溫 是比較高 這有時候 一種病 就會比較容易 來發生 到時候 我們在火爆 那個 一般都是 這個腐敗病 所以 目前 在這種用藥 就是說 下火的時候 其實你用什麼藥 差不多都 真的是很難 一般來把它處理掉 但是就是說 用一些 但是 連發裡面 真正 登記用藥 又幾乎是沒有 所以 這也是變成 我們陸前 很大的困擾 就是說 在這裡 你只要用藥 因為以前可能 用我們 它驗 沒有什麼 精確度 沒有很高 現在 不一樣 現在 這個 油的 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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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度很高 那些 都提醒幾乎 千倍 這種的 這個領力 跟以前不一樣 所以 現在 如果是稍微用一點點藥 就是說 你有用過油 這個東西就會 殘留 就是說 去檢驗就檢驗出來 就是它只要一點點的檢驗出來 但是在我們台灣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你沒有推薦 電費沒有什麼推薦用藥 所以沒有推薦用藥 你如果是有用到油 你有用到 對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我們要比較小 所以 如果在糖裡面來說 大概就是這個 但是現在這陣子 因為天氣太好 所以大概就是小黃季 跟薛文烈道 去造成它的危害 所以這個用藥 如果這樣 要稍微來幫它們注意一下 稍微來幫它們注意一下 這個 有時候確實 就是說 在電費裡面 尤其要買到這個藥肚糖 可能是現在目前來說 在糖 種這個電費 我們住在糖 最有困擾的一個地方 如果是在白 可能就是這個 蓮藕 蓮藕 這個腐敗病 的高溫 這個水 我們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 如果是蓮藕的部分 你可能要注意這個 這種腐敗病的部分 水溫可以不要讓它太高 要怎麼不要讓它太高 可以做流水 水有辦法來做處理 這樣應該 就比較容易來刪除 那種這個歪歪的 和這個很大 應該是一些 這個細菌性的病害 所以 這也是要首先 先做一個方法 這個 用一些可以去做處理的方法 但是 在他的基礎那裡 你可以用這個 不耐得這個 或是說 台性粉 藍段 這裡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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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處理 首先 先沿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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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